好,针对这起立院执询风波呢 曾经担任过立委助理的议员游淑慧就指出 说呢,其实立法委员的办公室的电视 都是有在直播异常情况的 是应该要由助理要随时监控异常内的状况 而不是该由意识处要来负责这些大委员的到场 这些是大立委还是小学生呢 上课还要人提醒自己的执询应该要自己顾啊 好,游淑慧这么表示 他也忍不住说啊,要执询的立委不提前到场 他们的助理不兼看议场的程序进行 然后才批评准时主持会议的韩国瑜不等他们 认为傻眼又荒唐 而且就算你是到医院挂号哦 一样啊,叫号没到也是继续往前,对吧 好,持续也是哦,这期立法院会15号 多名,应该是7名哦 立委唱名三次未到 因此呢,院会就提前休息 结果现在啊,立委全部弃炸炸锅 好,对此媒体人罗旺哲表示 如果立委要继续的吵 那只会凸显自己的尴尬 更让人觉得是更小当上去 罗旺哲进一步的说到啊 现在有好几位的民进党立委啊 脸书都被灌爆洗版 这种情况在过去很少见 可见现在规则跟风向都已经不站在民进党这边了 继续来关注到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呢,等于这样的做法算是不再依循过往休息 等候的陋席 唱完鸣你没有人来 那当然就是提前宣布休息 但现在绿营是气得跳脚 韩国瑜大导改革 同时也留下台阶给对方 是同意 在明天就要召开这个朝野协商讨论 那对此前立委蔡振元表示 这是不必要的战场 国民党很清楚朝野协商 韩国瑜要让步 这种意识程序的运用跟作战 是有艺术的层次在这里面 那把议场 院会里面的意识 跟委员会的意识 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自己很清楚 说我们再召几个朝野党团 就是韩国瑜要让步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那双方面呢 一会讲这个讲这个 其实 这个 韩文会讲的也不是完全的实行 陈廷会讲的也不是完全的实行 那因为这个认知不同 就让吵架就算了 当然有些人讲说 韩国瑜龙头老大什么做 我觉得这想法不要有 你知道为什么不要有 因为一个立法委员 去弄院长太容易了 真的太容易了 我就坐到那边 整个人给你程序发言 会议询问 对 把戏多得很 搞得你这个 我们都弄过朝伟啊 对不对 要弄院长更容易啊 我就坐到那边 没事弄你一天就好了 那你院长一个礼拜来两天嘛 礼拜二跟礼拜五嘛 对我就弄你就好了 这个不用开这个战场 很多人觉得我韩国瑜可以修理哪个委员啊 你们不乖你们全体不到 啊 你穿皮鞋我穿草鞋了 有没有搞丑啊 这个这个 我就开闭这个战场不好 最近立法院风波闹得很大 这个点名唱名 韩院长的唱名风波 当然目前呢 这个情势看起来啊 是有正有反 有人是觉得不妥 但是有人是支持韩院长 认为他就是什么 依照规矩来办事 好 今天呢 又在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整个事情的经过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啦 就在3月15号那一天嘛 立法院院会直询 那其实从这个照片的背景 你是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哦 当时呢 韩国瑜人已经到了现场 还有准备背询的官员也在现场 但是周围是全部空的一片哦 没有任何该来直询的 这个立法委员在场 因此呢 韩国瑜就进行了唱名 那后续总共是有7名立委哦 蓝绿都有 那唱名三次都不到 那当然按规定 那就是修会嘛 散场进行休息 那哦 当然后续就引发了 这么大的一个风波争议 明天呢 韩院长就要来召集朝野协商 来讨论有没有事后的一些 补救方式 好 看到了 柯建民哦 他是出来骂 他说呢 认为这整个责任归属是 韩国瑜 你有错 疏于管理 而且意识人员怠惰 他还说 过去有发生在这个 王金平的时代 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他要韩国瑜去检讨 网友也有话要说 拜托柯建民 以前没有发生 那叫相怨 现在发生 那就改变 也就是说呢 过去可能给这些委员一些方便 结果现在好像这些不成文的方便 被你们当成了随便 也就是说韩国瑜他是准时开议的 但是你们人没有来到现场 那当然他就是按着规矩来走 昌明三次没有到 那当然就是你们等于是自动放弃了 质询权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网友也说啦 好遵守时间是美德 对于接受执询的官员来说 当然也是尊重 因为呢 其实这些被这个 号称 这个执询权被没收的委员 其实呢 他们的这个执询时间 只能算是这个 不是表定 也就是说你预定的时间 大概是在那个区块 但是你总是要提前到场的 对吧 你要提前做一些因应 有些准备 要是前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才可以来得及 但现在呢 好像委员觉得他们的时间 才是时间 他们是最大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难怪也惹得网友 现在不太开心 各种检讨声浪都出现了 所以看到 国民党就来解释说 所有委员都在办公室 工作待命 到直询的时间抵达一场 那当然 立院议事运作 不像是医院挂号一样 你跳号就过 按照惯例 都已经排出时间 并由议事处告知 10个委员到场的时间 那这个民进党说 韩国瑜对 意识的运作不熟 才搞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不过呢 可能又回过头来 像我刚讲的 过去的一些惯例 但是现在 变成了一些随便 例如说大家 很习惯 可能就迟到 想说 反正还没有到我的质询时间 我人就不在现场 那导致了 有些突发情况 一旦发生 大家都因应不来 所以呢 才说 现在呢 以前的惯例 现在就不能够 再这样子纵容 这些立法委员 不准时了 好 看到这个 而且呢 好像有人 太讲出真心话了吧 像是这个前立委 林静颖 最新的选举 她是落选 那她就说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准时到场 每个立委关心的事情 又不一样 她说 不用也不会去看 其他人的质询 还说谁吃饱那么闲 哪有可能傻作在一场内 看别人表演 哇 这句话一讲出来 难道你在默认 所谓的这个委员的质询 难道就是一场秀 一场演出而已 这个意思吗 好 网友也说 你直接承认质询 都是表演 还真有 再来看亮哥怎么说的 她说呢 像这一次呢 其实起因就是陈廷飞 她因为是临时把当面的质询 改为书面质询 导致后面一连串的立委 陀拉股 这个牵肉粽的方式 每一个人都变成来不及赶到现场 那亮哥就说 其实你好歹会有一项是一些助理 或者是轮值的立委 来现场看一下情况嘛 那一有这个突发 你应该就立刻去做通报 为什么民进党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所以侯孟凯也说啦 海院长召开协商会议 就是要给民进党一个台阶下 那她也希望明天的这个协商会展开之前 绿营的立委最好可以先向国人道歉 毕竟你唱名未到 这就是一个铁针针的事实 但是看到这个一直在吵说 这个质询权被没收的这个绿营的立委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好他们有很多理由啊 说花了三分钟啊 从楼上冲到楼下 那就是没办法赶到都已经跑到快跌倒了 还是来不及 那这个也说 好唱名的时间这么的短 他穿高跟鞋根本也来不及赶到现场 但是呢 号称很熟悉整个立法院可能格局的人 他说其实应该不尽然也好像从这个立委的办公室 到一场就是说直询的那个会场 根本其实不用花到三分钟 认为应该还是赶得上的才对 好现在看到整个唱名风波是越闹越大 这个议员呢 刘采薇就批评说 民进党在八年前喊话要国会改革 但是这八年来不但没有改革 甚至还越来越多的坏习惯跑出来了 民进党立委把自己当成是老大 不尊重议事规则 而且什么事情都要求议事人员必须要来配合他们 他说这些绿营委员根本变成了一群巨鹰 我们在这八年看到国会什么样的改革 几乎是没有什么样的改革 回推八年 为什么会要大家先回想一下这件事情 大家回想的是改革是谁说的 是民进党说的 这八年当中 不管是没有改变 还多了非常多 是曾经没有过 而且是被民进党创造出来的坏习惯 什么坏习惯 非常多 包含不紧盯意识 为什么不紧盯意识的这个转播过程呢 因为反正在民进党的时代 他们想怎样就怎样 所以他们根本不用紧盯意识的转播过程 第二呢 在民进党时代大家会发现 很多的民进党的立委 他们在质询的时候 他们不是口头质询 他们都什么质询 书面质询 而且是由党团下令 今天所有都书面质询 除了让节省时间之外 反正是自家人嘛 自己人嘛 也没有必要嘛 所以整个立法院就变成是一个 非常懒散的立法院 民进党立委 讲得好像他们就是国会老大一样 他们做什么事 全部都要议事人员去通知他 不好意思啊 委员怎么样 你现在要来开会 搞得好像自己是巨婴一样 搞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些议事人员服务 你就不是一个立法委员一样 所以今天韩国瑜他要改变的是什么 他不只是要改变风气 他还要改变这八年以来 被民进党养成的坏习惯 所以今天韩国瑜他只是按照这个章程 按照规定来做事 结果你看这一些民进党立委 马上说 这个院长不懂议事规则 但反过来说 不懂议事规则 不懂整个立法院 应该要有的程序的 其实是民进党的立委 我真的替这一些 投给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很抱不平 你们投的人居然是这样子 在国会当中没有要帮大家监督民生法案 没有要帮大家监督任何的议题 结果只是想要抹黑一个院长 只是想要在立法院搞斗争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我们下期再见 oran